有80%的韓國男生都是用這種 這樣子白煮蛋機就完成囉 哈囉大家好 韓國男生最近流行什麼呢 今天我要從髮型、妝容、穿搭 一一為你解答 Let's go 今天我要示範兩種髮型 第一種髮型是往後竖的油頭 第二種造型是頭髮旁邊兩側燙貼的造型 那我先示範一下韓劇中最常出現的兩側燙貼 它可以叫做雅鐵 那它做完以後呢可以讓你整個頭整個小一圈非常神奇 我都使用這個Black Monster的男士指髮膏 好那現在頭手套已經裝好了 那我現在開始直接示範一次 旁邊的兩側呢先把它夾起來 夾起來 那我現在塗這邊 我們將這個指髮膏呢塗在這個梳子上面 然後等一下呢均勻塗在頭髮旁邊的兩側 這樣子 這樣子 先把它這個凸平 重複 好另外一邊 你兩邊均勻塗完以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燙髮紙貼在這旁邊兩側的地方 可以貼一邊的話可以貼上一邊 一邊的話可以貼上一邊 好那貼完以後呢我們要靜等待時間 那如果你是稍微比較薄一點的頭髮呢 我們可以等10到13分鐘 普通一點的話呢可以等15分鐘 硬一點的頭髮呢可以等17到20分鐘 那我們今天就是以等15分鐘為準 好15分鐘已經過去了 那我現在要把頭髮洗乾淨 洗乾淨之前呢我都會用這個 Black Monster的男士香氛沐浴膠 這個是全身都可以洗的喔 它是有兩種味道的 一個是感覺一個是色香 那我今天使用色香這個味道 好我現在頭髮已經吹完了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旁邊兩邊的差異 而且現在走在韓國的街上呢 有80%的韓國男生都是用這種 兩側燙梯的造型 台灣男生應該都知道 就是為了不要旁邊兩側頭髮這麼爆呢 都會請髮型師或設計師 剃乾淨 那現在呢你有這種 指髮膏你就不會有這種問題了 OK以上是示範兩側燙梯的造型 那接下來我要示範第二種造型 比較蓬鬆一點的油頭 那我使用的是這個 髮油髮蠟二合一 第一層是髮油 那我們先塗在手上 OK均勻戳了以後呢 我們先把後面往後抓 好啊 那現在呢我是用髮油 把前面的頭髮已經固定好了以後呢 我會再拿吹風機 用吹風機的熱風呢 可以讓髮型更好看 好 吹風機吹完以後呢 會再用下面這個髮蠟 髮蠟的用意呢 是抓出尾段線條 所以就是往後 把後面這個抓上來 這個重點呢 就是要抓出蓬鬆感的油頭 來給大家看一下 後面這邊 以上就是兩種髮型的教學 那接下來呢 我要示範妝容的教程了 最經典的韓系妝容呢 就是乾淨又有氣勢 那我們先上底妝 用的是這一款 零毛孔妝前乳 先遮蓋毛孔 底妝上好以後呢 我會用這個 南式清爽BB乳液 這樣子白煮淡肌就完成囉 那韓系妝容呢 最重點就是畫眉毛的部分 我都使用這一款 Black Monster眉粉筆組合 這樣眉毛的部分就完成囉 那接下來我會上護唇膏 我都使用這一款 GREAK MONSTER的雙頭護唇膏 這一支呢 可以讓你的唇色看起來非常自然 這樣子整體妝容就完成囉 那接下來我要介紹 穿大的部分 這一套在韓劇裡 常常會看到男主角在穿 素色的高領 上衣 同色系的窄管褲 和不同色系的大衣 那這一套比較秋天感 柔軟的針織外套呢 會給人一種溫柔感 皮外套和一整套黑色系 帶出街頭潮流感 韓國現在也買流行這樣穿囉 以上就是解析 韓國男人時下流行的 妝容、髮型以及穿搭 謝謝你的收看 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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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 好